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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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 今天是6月1日 在国内就是儿童节 今天的市场又不是很儿童 有点儿童好像儿戏 昨天升了这么多 今天呢 不过呢 回来也是正常的 看看要回多少 这个都很必然的 今天一定要看看成交 还是能不能站起 起码最好站在1,200亿 最好站在1,500亿 如果回到1,000亿附近 1,200亿之下就不太好 汽车板块是备受抬捧的 原因 中央和各个地方都推出颇多的政策 来支持新能源车的构置 或者其他小量车的构置 都有的 因此这个就会比较好 这边是好了